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变成了自己的老公 这是什么故事发展情节呀 餐桌上坐着自己的女儿小美 小美是一个哑巴 这个时候小金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了 莫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正当一家人享受早餐的时候 突然就冲进来了一个光头丧尸 小金出于对女儿的爱拉着她直接就走了 结果一出门发现外面变成了丧尸乐园 最后实在是没地方去了 就被变异后的卡洛斯给咬死了 紧接着小金又从梦中醒来 这一次她身上披着一块白布 她在散公司的实验室里面 看来这是一场大阴谋啊 这个时候系统好像瘫痪了 小金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套性感的皮 然后就走了出来 走出公司大门后 发现自己来到了东京 日本的街头有一个叫做中党美加的女丧尸 她咬了一个色咪咪的大叔 小金一看东京估计马上就要沦陷了 于是赶紧回到了公司 突然身后出现了一个红衣女子 冰冰冰冰冰用枪抵着她 冰冰是威斯克的王牌手下 突然威斯克出现了大屏幕上 她告诉小金 之前是我不好 我对不起你 现在散公司已经控制不了了 现在控制你们的都是红色女王 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人类 冰冰带着小金穿过了模拟纽约的街区 突然前方出现了两个蒙面大汉 还手持大刀 小金他们毕竟是神力附体 于是把那两个大汉给炸死了 另一边 利昂他们模拟的俄罗斯街区走了过来 结果碰到一只丧尸大队 双方肯定是要打起来的嘛 小金来到了另外一个模拟地区 她看到了自己的尸体 这个时候小美突然跑了出来 出于母爱的本能 她决定把她带在身边 这个时候小金原来的老朋友们都冲了出来 他们想要带走她的克隆体 冰冰为了保护她 决定自己来断后 小金碰到了好朋友的克隆体 她把小美交给了她 自己则跑到莫斯科街区去和里昂会合 他们来到了地铁站 准备顺着地铁站的轨道走 此时的冰冰被吉尔给抓到了 小黑妹给自己注释了神药 就算对着她开枪也毫发无伤 吉尔能量也是大爆发 最后竟然直接抓住了小金的脖子 要一把把她给掐死 还好小金看到了胸前的红色蜘蛛 然后把她阴心声的给拔掉了 小黑妹掉进了冰水里面 被里面的丧尸给吃掉了 冰冰带着小金来到了人类最后的据点 白宫 威斯科突然出现 然后拿着注射剂给小金的脖子来了一阵 她把超能力还给了她 毕竟他们接下来还要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啦